在家居士 學佛心儀 祝關長慈悲 各位在家菩薩蓮友們 大家午安 请翻开讲义第三页 我们说明到学佛心儀当中分成六门 第一门就是敬佛仪向 恭敬佛宝的心儀跟相状是如何 当中分成两章 第一章是先示敬儀 也就是先说明恭敬佛宝的儀式 儀法是如何 当中分成五颗 第一是受用恭慎 第二 尘世感报 第三 设理儀式 第四 对尽用心 第五 怒塔法 那么前面的受用恭慎 以及尘世感报 我们说明过了 那么今天我们接着说 这个设理儀式 这个所谓的设理儀式 就是对佛施设 这个礼敬的一个儀式是如何 那么下面分成三小段 首先是引三礼 智论 理法有三 一者口礼 二者屈膝 头不知地 三 头知地 四位上礼 那么第一小段是引三礼 就是引用大字顿当中的文 那么说明三种礼敬的方式 在大字顿当中 他说到 这个礼敬的方法 有三平 有三种 上 中 下 三平 第一个是口礼 这个口礼 就是以口来言说 来做礼 那么就如同我们平常问候一样 那么问候对方 敬来可好吗 那么这个就是口礼 那么这个口礼是属于下平的 这个礼敬的方式 那么第二是屈膝 屈膝就是常跪 跪下去了 但是头没有点地 那么这属于中品的礼敬方法 三 头之地 视为上礼 这个头之地就起手 这是最上等的礼敬方式 那我们晓得我们人的身体 头是最高的 那么为最尊贵的 那么足这个脚是最下的 那么以头来顶礼 对方的脚 这表示最极恭敬的意思 所以这个礼敬的方式呢 有三种 用口来言说 或者是常跪 或者是起手 有这三种 其次呢 是式五轮 式五轮 那么说明了这个 五轮顶礼的这个情形 地驰当五轮之地做礼 阿含云二轴二膝顶 明轮也 亦云五体投地 那么这个地驰呢 就是地驰经呢 那么地驰经说到 应当五轮之地的来做礼 那么所谓的五轮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体五个部分 是哪五个部分呢 这个地驰经呢 讲的比较略一点 所以底下阿含经呢 他就这个仔细的来解释了 阿含经说到 二轴 我们两个双轴 两个手轴 再呢 两个膝盖 还有头顶 这叫轮 为什么叫轮呢 这五处啊都是圆的形状 所以叫做轮 那么也叫做五体投地 那么五体啊 就是我们的双手双脚四肢加上头 那么就五体了 那么轮呢 就是个别啊 指五个地处 那么这个体啊 就是隆通的称我们这一个身体 叫五体 那么在西域记当中啊 有提到 那么玄奘法师呢 他就讲到 这个印度啊 他们所 这个 实行的这个礼境的方法 总共呢 有九种 总共有九种 那么其中呢 第九种啊 就是五体投地 这个五体投地呢 是所有的礼境法当中啊 是最为因众的 那么后来呢 我们佛教啊 也沿用这个方法 表示呢 最殊胜的这个礼境 这是五体投地啊 是最殊胜的一种 其次 正式礼 正式的说明 这个礼境的 这个礼法 先正礼以 合掌 右手牵衣 去二膝移 次去两走 以手成足 然后顶礼 后期顶头 次走 次膝 以为次定 那么这当中啊 就引用这个阿恩经说到 首先呢 要正礼 那么 这个正礼的意思啊 就是搜射我们的深夜 先站好 接着呢 合掌 这个合掌啊 这个印度人呢 他认为啊 这个右手是表示神圣的意思 那么左手呢 是表示啊 不静 这个不清静哦 所以呢 他们有分别啊 使用两手的这个习惯 但是 假使呢 将两手合起来 就代表 这个不静 跟神圣呢 合为一 所以借着呢 合掌啊 来表现呢 我们 这个最真实的一面 在这个星经当中呢 有提到啊 这个不够不静啊 就有这个意思啊 表示这个神圣跟不静啊 合为一啊 不够不静了 那么这合掌啊 就是啊 将我们的 双手呢 合并起来 这样合并起来 有什么好处呢 他可以帮助我们 集中啊 心思 也表示呢 我们内心啊 不敢散漫 专治一心的意思 这是合掌 右手牵一 这个牵啊 就是提起来的意思 那么将 这个一啊 把它聊起来 那么这个 在这里啊 指的是我们这个出家众啊 我们出家众有披这个加沙啦 所以拜下去的时候 要把这个一啊 聊起来 那么这是一个情形 那么另外呢 我们可以看啊 这个印度 他们传统的这个衣服 不是像我们现在 县市的这种西式的服装 那么诸位呢 只要到印度去啊 还可以看到 他们印度的妇女呢 穿着这个传统的服装 那么那个服装呢 有的也有P啊 或是下裙啊 等等 所以先把这个一呢 聊起来 那么再来呢 驱二膝 就双脚呢 跪下去 那么此次呢 就是 驱这个两肘 这个手呢 就拜下去 那么以手啊 来成足 成就接的意思啊 那么头面 接足归命里啊 那么在印度呢 他们拜啊 这个鼎礼师父呢 也是接足的 所以这个接足呢 不是像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这个是还翻掌 还翻掌 但是呢 我们看看现在泰国 或者是西藏人 那么他们拜啊 是没有翻掌的 就直接这样 拜下去 双手呢 就放下去了 那么这放下 什么意思呢 就接足 就是碰着 这个佛陀 或者是这个比丘的双足 这接足 代表一种恭敬 那么头呢 点地啊 这样接足的意思 那么 这是拜下去的方法 拜下去的情形 那么起来的时候呢 后起顶头 那么这个拜下去啊 最初呢 是这个两个膝盖先下去 再两手 那么再头 那么起来的时候呢 这个相反的次序啦 头先起来 那么其次呢 是双肘 其次啊 是双膝 以为次第 你这样的次第 不向乱野 那么所谓的不向乱呢 就是呢 这个 拜下去的时候 那么先下 后上 那么起来的时候呢 先上 后下 拜下去的时候 我们下半身呢 先下去 那么这个 头啊 最后点地 那么起来的时候呢 这个 我们上半身 头啊 先起来 那么最后呢 脚再起来 所以就不向乱 有这样的一个次序了 那么这是说明啊 当时这个印度啊 这个拜佛啦 或者是拜身的这个方法 那么我们诸位呢 也可以依照现在师长的教授 那么我们中国呢 大部分呢 大概拜啊什么 大概是三七拜还是怎么样 就是一个手先出去 第二个手再出去 这种拜法 那么有另外一种拜法呢 就是两手一起出去的 也有这样的情形 那么像西藏也有他们大礼拜啦 那么这个 泰国的比丘啊 也有他们的拜法 那么 大体上来讲啊 就是以恭敬为主 都是可以的 那么这个礼佛啊 在经论当中呢 有说到啊 几种的礼拜的方式 那么 表示出我们内心啊 是否恭敬前程 这个部分呢 我们请看着补充讲表 这个副表四 说到这个七种礼佛 这个七种礼佛呢 就七种啊 这个礼拜的这个情形 那么第一个呢 是我慢礼 第二 求明礼 第三 是身心礼 第四 发至清净礼 第五 骗入法界礼 第六 正观修成礼 第七 实相平等礼 那么这七种的礼佛的方式啊 其中呢 就是有正确啊 错误啊 还有这个浅身的不同 那么了解之后呢 可以帮助我们的身心啊 归于正法 那么第一种呢 叫我慢礼 这个我慢礼 这个我慢礼啊 就是啊 在拜佛的时候呢 身体呢虽然呢 在礼拜啊 但是呢 内心啊 没有着恭敬虔诚的心 那么外表看起来好像啊 很恭敬 但是呢 内怀我慢 内心啊 还有交慢 比方出出 学佛不懂的 或者是呢 随着人家拜啊 内心啊 不是真的很想礼佛 那么就会表现出这样的相状 比方呢 拜下去的时候呢 这个头啊 没有点地 没有碰到地上啊 那么这也是一种 除非说啊 他身体呢 有病啊 这么就开源了 要不然我们礼佛的时候呢 应该都是啊 这个要 到地面的 头啊 要碰地才好 那么第一种叫我慢礼 第二种呢 叫求明礼 求取这好的名称啊 也就是呢 在拜佛的时候啊 那么想要呢 求得啊 这个修行的名誉 那么乍现 威仪啊 表现出很好的威仪 那么经常的礼拜啊 那么口里呢 称着佛号 佛名 但是内心啊 却是呢 追求外境 而没有这个 因众心啊 这个叫做 求明礼啊 只想得到好的名称 认为呢 这个人家看见 我有拜佛啦 或对我恭敬啦 第三呢 是身心礼 这个身心礼啊 就是拜佛的时候呢 口里啊 称畅的佛号 比方你念佛号啊 这个阿弥陀佛 或是称这个南某本师 释迦牟尼佛都好 那么内心呢 有观想 这个佛的向好 观想佛的向好 那么身体呢 非常精情的拜 那么恭敬供养 没有其他的杂念 妄想很少 那么就身心礼拜 这就是好的 那么第四种呢 叫发智清静礼 那么能够啊 将这个 内心的这个波罗字啊 发出啊 扫分出来 那么清静的来礼佛 那么也就是呢 在礼佛的时候 内心呢 有智慧 你具足这个智慧 那么你明白啊 这个佛的 这个境界是什么 那么这个佛啊 它是内外清静啊 那么佛呢 是偏虚空 而没有障碍的 它遍满在整个虚空当中啊 那么所以呢 我们礼一尊佛的时候啊 就是礼一切的诸佛 那么礼一切诸佛呢 就是礼一尊佛 为什么呢 因为啊 这个诸佛的法身啊 它的体性呢 本来是隆通的 所以我们礼佛一拜 就骗通法界 因为佛的法身啊 是骗满了 整个法界 整个宇宙的 我们要有这样的心理了 所以有时候 我们出门在外咯 假使呢 你有姻缘啊 要求佛不萨了 或是要拜佛 他不一定啊 不一定要有这个佛像在前面的 那么你只要一观想 前面有佛啊 显现就可以了 像这个加斯肉 这个灿公老和尚 那么他以往啊 都欢喜拜佛 现在当然年纪啊 九十多岁了 没有办法拜佛 那么他七八十岁的时候啊 天天都要拜八十八佛的 那么到哪里就拜啊 那么到机场的时候也拜啊 那么要等飞机的时候 时间到 现在要拜八十八佛了 那么就在这个机场的地方 那么就在这个 等候的这个房间啊 有人礼让他嘛 年岁大了 那么这个席子啊 就扑下去啊 就在拜 这个非常好 这样拜佛 那么这时候啊 当然你那时候不可能再 设一尊佛像啊 那么就观想佛在前面啊 这样拜啊 就能够得到佛不萨的加倍了 那么所以我们想到 这个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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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佛就能够啊 这个啊 这个在你的这个 这个前面啊 显现了 那么理佛是如此 理法理生呢 也是一样的 那么这是发至清净理 第五呢 骗入法界里 这个就是啊 在礼拜的时候呢 我们观想 自己的身心诸法 那么从本以来 不理法界 我们这个身心啊 也是不离开法界的 没有离开法界的 那么这个诸佛不离我心啊 我心不离诸佛 这个性相平等 这个性啊 就是我们的体性 我们的这个法性 那么相呢 就是一体启用 所显现的相状 那么这是平等无二的 那么本来不真啊 本来也不减的 那么我们现在晓得了 礼仪佛啊 就是骗通诸佛 就好像啊 在一个房间当中 那我们悬挂啊 这个一百面镜子 一千面镜子 那么有人啊 去观这个镜子的时候 你去看这个镜子 每一个镜子啊 都有自己的影像显现 就如同啊 花言当中所讲的这个境界了 一世千灯哦 那么你在一个房间里面啊 点燃啊 这个这个 有一千那个灯啊 那个灯的光明呢 互相啊 寒色的 那么镜子呢 也是如此啊 这个一百面镜子 一千面镜子 那么中间呢 放一尊佛像 那么每一面镜子啊 都能够显现出 这个一千尊的这个佛像 乃至呢 每一个镜子里面的佛像呢 都能够在对面的镜子当中呢 显现出来了 所以镜无不照啊 隐无不现 所谓的 这个一身复现 差成身 一遍礼 差成佛 所以说啊 礼佛一拜呢 就通达 旅一切的诸佛 那么这样的观想啊 功德就无量无边了 那么观想啊 这个佛啊 遍满整个虚空了 那么这是 这个 在想自己的身体呢 也不离开 这整个法界 那我们要这个 拜佛的时候呢 我们先简单做一这样的观想 然后就拜下去了 那么拜的时候就专注的拜 那么这样礼佛啊 就不同了 你有这样的智慧去礼佛 这个功德就殊胜 接着是第六种 正观修成礼 那么就是在礼佛的时候呢 我们能够啊 设心正念 设住我们的心 守护出这个正念 虽然呢 是对的佛身 但是啊 礼拜的呢 是自身佛 就自信佛 你所拜的是自信佛 拜的是自信佛 为什么呢 因为一切众生啊 都有决性 那么心佛众生啊 三无差别啊 那么这个决性啊 跟佛呢 是平等的 平等的 但是呢 有些众生啊 随着外在的揽缘 就迷失了自己的自信 所以这个时候 认贼做父啊 认什么贼呢 认烦恼贼 这样这个贪嗔痴的烦恼 认为是自己的本具的真心 事实上不是的 它是一种妄心 妄想 这个贪嗔是它是虚妄的 但是呢 我们众生不了解 我们还有个真如的本性 那种清静的 法性在那里 那么就随顺了 我们众生的贪嗔痴疗 那么现在呢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 我们就观想 我们虽然对着佛在里拜 但是所拜的无非是我们的自信佛 拜的是我们这个天真 自信本质具足的 这个天真佛了 那么这样子啊 我们很快的也能够得到泄脱啊 那么也就是拜这个自己的 这个本具的佛性呢 第七种呢 就是实相平等礼 那么这个实相平等礼呢 就是啊 在前面的正观修成礼当中 那么还有人所的对待 有这个礼拜的自己 有所观想的境界 那么自他这两种啊 有这个差异的 那么现在呢 这一种的礼拜方式呢 就是实相平等啊 贿赂于诸法实相的境界 那么平等的 来礼拜 那么无之无他啦 凡圣一如 凡夫跟圣人呢 是一样的 那么体用不饿啊 那么一体所生起的作用 这个体跟作用呢 是平等不饿的 同一件事情 那么这是更高的这个境界了 那么这七种礼拜的方法呢 从初到戏啊 就有七个层次 那么前面第一种 我慢你 以及第二个求命你 是一种错误的方式 那么第三种以后呢 是正确的 那么五六七啊 这个层次啊 是最高的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就这个引用啊 这个天台中的一个礼拜机 这个说道 人理所理性空极 感应道教难失意 我此道场如地珠 诸佛如来引现中 我竟引现诸佛前 头面皆诸归命礼 那么这个祭送啊 非常的不错 这智者大师 那么天台阶啊 他们所拟的这个礼佛的一个祭送啊 那么说道 人理所理性空极 那么人理的就是我们 所理的就是佛不上的境界 那么他的体性都是空极的 那么诸法从本来啊 尝自己面向啊 那么这空极呢 就是啊 会归到我们的真如本体了 不生不变的这个真如本体 他体性啊是空极的 那么感应道教难失意 那我们能够体会到 人理的自己跟所理的佛 他的体性都是空极 都是同一个体性 所以呢 这样就能够感应道教 那么这是不可思议的 以我们的本具的佛性 跟诸佛的本具佛性 跟诸佛的这个体性啊 互相相应啊 这不可思议的 我此道场如地珠 我们现在走拜佛的这个地方啊 那么也许你在这个寺庙里面拜了 也许在你家中的佛堂拜了 也许你在哪个地方拜都好 那么你拜佛的那个地方 就可以称为是道场 那么这个道场就像地珠一样 这个地珠啊 就是第四天的摩尼宝珠 第四天的珠子 这个第四天的珠子啊 就是有镜子的功能 它能够显现出这个影像 那么任何东西啊 能够在这个珠子啊 把它当中显现出来了 那么我们这个道场就像地珠一样啊 也能够啊 这个显现出佛的这个象状 那么珠佛如来引现中 那么你拜的这尊佛 那么就在这个地珠当中显现出来了 我进引现珠佛前 那么我的身形呢 也引现在珠佛的面前 那么头面皆诸归命理 那么这个前面的这个能理 所理性空极呢 就是第七种的十项平等理 那么感应道教南斯意啊 就是第五种跟第六种的这个礼拜方式 那么我身引现如来前啊 就我们最通途的 那么第三种跟第四种 那么在拜佛的时候呢 最初几拜啊 也可以这样来顶礼的 那么你这个如果拜阿弥陀佛 那么中间呢 就是叠上这个名字 弥陀如来引现中 我进引现弥陀前 头面皆诸归命理 那么假使呢 你礼拜这个本师世尊 那么你就叠 这个世尊如来引现中 我进引现世尊前 头面皆诸归命理 或者是我们拜观世音菩萨啦 那么你可以这个 欢迎菩萨引现中 我进引现菩萨前 头面皆诸归命理 就放进去这个名称了 那么最初在拜的时候呢 我们双爪就合掌 那么就是观想 人力所力性空极 感应道教难示意 我此道场如地住 观音菩萨引现中 我身引现观音前 头面皆诸归命理 那么念完这个祭送之后 就拜下去了 那在这个念的时候 观想 观星菩萨就显现在前面了 那么你也可以啊 先送个三遍 然后就拜三次 那之后啊 就是一句佛号一拜 这样也是可以的 那么提示啊 我们这种智慧 我们常常这样观想 我们的菩萨字啊 它也能够开发出来的 所以这个礼佛记非常好 那么就说明到 这个七种的礼佛方式 我们再回到这个讲义的地方 其次呢 是说明这个对境用心 也就是呢 我们面对啊 这个佛的境界的时候 如何来用心 那么如何啊 用这个正确的 这个心念呢 字论云 这边呢 引用大字论文说到 那么底下呢 分成两大段 第一段呢 又分成两个部分 首先是总标 若文诸佛功德 心尽尊重 恭敬赞叹 那么总的标示出来了 那么倘若呢 我们听闻到啊 这个佛的功德 那么我们内心啊 应该升起敬仰 尊重的心 那么这属于我们的意业了 而且呢 要恭敬赞叹 那么深夜要恭敬 口夜要赞叹 那么这个口夜赞叹 怎么赞叹呢 比方呢 你就念这个祭颂啊 来赞叹佛 这个天上天下无如佛 十方世界亦无比 世间所有我境见 一切无有如佛者 那么就念这个祭颂好 或者呢 念佛号也可以 我们单单念这个佛号的名称啊 念阿弥陀佛 或念观世音菩萨 或念大世之菩萨 或念这个本世之家 这个啊 就是赞佛啦 因为佛他将他的功德 就含射在这个佛菩萨的名号当中 所谓的这个天下明山啊 深山静 世间好话 佛说静 那么天下的明山啊 深山多了 那么这个四大八小山啊 出家人啊 都在深山里面修行啊 好山好水 那么世间好话呢 佛说静了 这个经典里面呢 都是赞叹 都是讲这个善法的 好 那么这个 我们这个 读诵啊 经里面的寄诵呢 也就是赞佛啦 那么这里呢 心尽尊重是一页 恭敬是深页 赞叹是口页 这代表呢 我们的深口一生啊 都是恭敬这个佛宝的 那么这种的标示出来 我们应该要 以什么的态度啊 那么去 用我们这个心啊 面对佛的境界 其次呢 是叠式 这个叠式呢 就个别的叠出解释 知一切众生中 得五过上 故言尊也 那么这里啊 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来解释了 那么知道呢 在一切众生当中啊 得五过上 这个佛的道德 是最殊胜的 所以叫做尊 那么佛的道德是如何呢 比方啊 这个佛呢 我们想的 他是持戒 清净圆满 那么佛呢 是慈悲利益 其众生 不恼害众生的 而且啊 一切的功德呢 成就圆满 万德庄严 所以叫做尊贵 叫尊 那么这解释前面的心尽 尊重的尊 这个字 接着 敬畏之心 过于父母 师长君王 利益重顾 顾允重也 对佛的这个敬畏之心啊 我们要超过啊 那么对自己的父母 师长 乃是那君王 为什么呢 因为佛啊 对我们的利益重大 所以叫重 所以叫重 那么佛啊 是法王啊 与法自在啊 他能够以法呢 利益我们 那么 要让我们啊 避免多到三二道 而且呢 能够超出三计啊 就近成佛 所以叫重 利益重大了 那么